走進世界能見到,為眼帶你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美玲,歡迎來到世界能見到。 今天讓我們一起關注一下流亡海外的著名民主人士陳光誠對病毒溯源調查, 以及近期美中關係走向的一些看法。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倫元報》一改之前不確定新冠病毒源自何處的判斷, 認為病毒很可能來源於中國實驗室的洩漏。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2月28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他的機構認為新冠疫情很可能源自於武漢實驗室的洩漏事件。 他同時指責中共試圖阻撓美國調查疫情的起源工作, 並稱中國政府一直盡最大努力阻撓和混淆FBI和美國政府其他部門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 病毒起源再次成為焦點,中共方面也大動肝火, 趁一切關於病毒源頭為武漢實驗室的論調都屬於政治操作, 並指責FBI市場造假,其結論沒有任何可信都可言。 針對這一有些滯後的消息, 法官頂著壓力說,還沒有明確的結論和共識。 眼看病毒源頭的真相即將揭曉, 大戲正在拉開序幕。 看中國記者混摘水為此特別採訪了知名人權律師, 美國天主教大學人權中心研究員陳光誠先生, 讓我們來一齊聽聽他的分析。 對於美國白宮是否應該鎮定一個明確的病毒追查計劃的問題。 陳光誠表示,新冠病毒是來自中共的P4研究所, 我們早就知道了。 這個事情一發生,我們就知道, 在不斷地提醒大家這個事情, 那個時候美國關鍵本門就迴避這個問題, 包括現在拜登的刻意迴避。 現在美國很多機構都出來證明, 根據調查研究, 證實了關於病毒源頭的猜測, 所以拜登只能是迴避一時, 不能夠迴避一世, 在確鑿的證據下再迴避就好有問題啦。 迴避這個問題背後的原因值得細夠,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美國什麼機構和洩漏病毒的實驗室有合作, 是不是病毒本身也包含了美國相關部門的捐助? 亨特拜登從中國得到的錢, 會不會成為病毒溯源的阻力? 那裡面有多少貓利? 早晚會放在公眾面前。 病毒溯源對美國人來說非常重要, 對全世界人來說, 新冠病毒的追責勢在必行。 那白宮會不會是大選一拖了之, 直接是證據於不顧, 等待風投過了再說呢? 陳光誠表示這種可能亦不能排除, 但有人見忘的同時, 也應該有很多人是較真的。 事情不搞過水落石出, 缺不罷休。 現在越來越多的機構出來證實病毒是人為洩漏的。 來自中共病毒研究所感是改變不了的事實, 模糊地帶已經沒有了。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採取對病毒製造者去追究責任, 會被病毒來自邊緣的問題已經成為歷史, 因為事實已經被揭開。 陳光誠表示包括拜登都無法掩蓋事實, 真相大白是早晚的。 事實公佈是肯定的, 只是時間上有可能不同。 總而言之, 對事實的公佈終究不可能被阻止。 而此前傳出拜登將不再競選下一屆總統。 除身體原因外, 病毒溯源會不會成為讓拜登之難而退的關鍵點呢? 陳光誠分析認為, 最多算是眾多原因之一。 應該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這段時間大家已經看到了, 像他這樣40年的老政客, 是無法升任解決現在的一些新問題。 他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所製造出的新問題比原來的問題還要複雜, 陳光誠覺得這是一個綜合考量的結果。 民主黨自己都不支持拜登的話, 他未來的執政很難蠟燭, 病毒溯源只是一個其中的原因。 近期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以中共對美國威脅為題, 召開了首場聽證會。 委員會主席蓋拉格開場致詞表示, 外界雖稱美中關係為戰略競爭, 但敢絕非以禮相待的網球賽, 而是一場將決定21世紀人民生活樣貌的生存鬥爭, 美國沒有時間浪費。 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對美中關係來講意義重大, 尤其是從委員會對中共的態度, 以及最近關於病毒溯源問題的討論來判斷, 美中關係很難再回頭啦。 這次會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美國未來10年的政策將為未來100年奠定基礎, 重新審視美中關係已經是迫在未知啦。 而這樣對於美國的中共代理人和親共者意味著什麼呢? 陳光誠認為, 美國還未到過拉格旗這種認識, 你看老拜登也好, 還是他的副總統賀錶也好, 他們仍然將中共描述成一個競爭者, 這不是明確的威脅。 美國也沒有說中共是人類公敵, 如果美國對中共的認識和事實是有差距的話, 其實就是認識不到位。 陳光誠說, 美國的認識仍然有待提高, 中共是美國的最大敵人, 中共迫害自己的人民, 對外滲透, 扶食美國, 間諜氣球事件, 迅速地幫助很多美國人理解這些事情。 接下來美國意識到, 只要中共政權存在, 誰都不安全, 必須達到這樣的一個高度, 才能夠凝聚共識, 並全力以赴去消滅它。 帶到這樣的一個高度, 還需要一段時間, 還需要中共不斷競盛美國才能達到。 他表示, 總括來說, 現在對中共的很多政策停留在文字上, 什麼時候中共真正面臨美國所推出的全面打擊? 我們才能夠說那個時候 美國對中共的認識到了一定程度。 對於美國此前之所以對中共一廂情願, 必然是有相互利益深度綁定的, 比如華爾街的一些頭痕, 在利益的驅使下, 甘願為中共充當馬前出。 這次會議雖然很震撼, 但是否足以震懾和中共有密切來往的人呢? 針對這個問題, 陳光誠回應說, 從兩個層面來說, 首先美國政治精英說出這樣的話, 用詞還是非常遠, 未來對中共政策的調整上一定會有影響, 但就此試圖讓中共智能而退, 是不可能的, 獨裁者沒有這樣的智慧。 第二就是華爾街的貪婪不渴小事, 他們一直影響美國政策的制定, 為了獲取利益, 他們依舊會看中共說話, 想讓美國上下大成共識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而另一方面, 其實烏克蘭戰爭也是很好的 讓美國民眾知道了俄羅斯之所以能夠撐這麼久, 背後攝不了中共的支持, 包括前不久中共炮製的華仲取寵的停戰協議, 在戰爭問題上中共是否暴露了野心和邪惡目的呢? 陳光誠對此分析說, 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更加緊密是毫無疑問的, 蘇聯時期中共與其是面和深不和, 表面上好像關係很好, 實際上在具體利益上, 他們的紛爭也是非常厲害, 在抹黑蘭戰爭發生之後, 俄羅斯變成了民主國家共同的對手。 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支持者, 中共當然也要依靠俄羅斯來對抗世界, 維護它的專制政權, 中俄攜手應該是預料中的事情。 陳光誠說, 美國也俗正認識到俄羅斯沒有發生變化, 與中共的支持分不開, 包括最近美國對中共的警告, 從側面也說明美國對中共的態度正在轉變, 即便沒有達到希望的程度, 然而變化已經開始, 而且不能被阻擋。 另外,據來自北京的專家建議說, 中共中央要全力挽回與美國的關係, 即便不可挽回也要拖著美國, 不能使兩國關係發生, 當捱色倒退。 但對專家的這個建議, 中共高層的態度可以用不在乎和無所謂的形容。 陳光誠對此表示, 反過來說中共的情況, 美國一旦意識到問題, 會進行矯正, 中共則很難通過官僚系統修改錯誤政策。 中共定多是表面上延緩一下美中關係的惡化, 但美國禮遇中共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陳光誠認為, 中共想得到原來自由世界對他的那種依賴也將成為過去時, 一旦中共被國際分工、體系所剝離, 共產黨內部也會隨之分分離析。 樹倒胡宣散是一個必要到來的結果, 靠著中國就是為了獲取利益。 當這種利益不存在, 比如美中脫鉤,經濟上蕭條, 這些利益無法維繫的時候, 他們自然會選擇維護自己的利益, 誰還會去考慮共產黨的利益? 所以到了那個時候, 中國亡必定是千瘡百孔?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分析報導,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